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史丹佛大学还多呢 您看到来自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多达1119人 这是辉达里的员工 事实上也不止辉达 像是微软他们也有不少员工都来自以色列 还记得这一幕吗 AI教父黄仁勋台大开讲 整面简报都是辉达台湾合作伙伴 其中不少是全台各地大专院校 不过南韩朝鲜日报分析3.2万名辉达员工发现 从台大毕业的只有252名 低于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跟印度柏拉理工学院 人数最多的第2到4名都是美国学校 不过就连Stanford都只排第2 榜首是以色列理工学院1119人 但这份资料仅倒查LinkedIn用户 恐怕只能反映部分情况 被韩美点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自然引起大家好奇 这所学校号称以色列MIT 曾经孕育出三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以色列首位女工程师 第一任国防军总参谋长都是校友 苹果领导团队中的硬体技术资深副总裁 也从这里毕业 以色列确实是恍人勋重要据点 回答之前就利用自家数位轮身技术 打造以国最强AI超级电脑Israel 1 并且收购当地新创 动作频频 2019年并供的Melanox 让资料中心能更顺畅处理资料 今年4月买下Run AI 帮助管理AI运算资源 5月又收购新创DESI 让回答独霸市场的关键QDA 生态系再强化 地缘政治和台湾同样特殊的以色列 各类型科技新创 在产业扮演关键角色 也成为挥达等科技大厂 兵价必争的人才宝库 华视新闻黄奥天商环轩 台北报导 新竹市长高宏安 收到新竹市议员的邀请 今天到立法院 针对财化法修法表达意见 高宏安说 新竹市民一年要上缴的国税 将近2900亿 但是配回的分配款 却只有100亿左右 相较于其他县市 平均有141% 但新竹市的配回率 竟然只有3.5% 新竹市是全台倒数的 会不会太不公平了 等于是他们缴税缴最多 但是分配款却是垫底的 对此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 将会统整各党团的版本 进行讨论 新竹市长高宏安和立法院长 韩国瑜握手致意 两人相隔多年再度齐聚一堂 大合照时韩国瑜还笑笑比喻 高宏安站在中间 身旁有7位男性就像白雪公主 不过新竹市长被上立法院 其实是为了这件事 财化法现在对于新竹市 真的相当的不公平 一整年来我们上缴的国税 有将近2900亿元 但是我们配回的部分 只有一百亿元 新竹市不只有科学园区 还有护国群山台积电 等科技大厂加持 为台湾国税付出不少贡献 但反映的盈利事业营业额 营照普通统筹税款权重比例 直辖市的配额占比有百分之五十 但新竹市的县市层级 却只占百分之十五 因此分配金额偏低 真的是越算越伤心 新竹市只有四十五万人口 可是园区的工作人口数 就有很高达十七万 所以它所造成的交通影响 学校校舍的影响 其实是相对严峻的 摊开一百一十三年 统筹分配加上一般补助款 正为直辖市的台北市 大约拿到七百二十九亿元 新北市约五百七十亿 桃圆市和高雄市 也分别有三百七十二亿 和六百一十四亿 而县市层级的基隆市 拿到一百三十七亿 华联县也有一百五十三亿 但新竹市却只有一百零三亿 人均年较六十三万 国库税收全台第一 领回率却是倒数排名 我们原本不就是看各党团 大家的版本提出来 我们来协调 新竹市府表示 应该加入各县市 贡献税额积分屏蔽 缓解缴最多 领最少的窘境 如今才华法将修法 新竹市府把握机会 想替市民争取应有回馈 华世新闻张荣甫 周若平新竹报道 说到新竹 在新竹最受瞩目的建设之一 应该就是新竹棒球场 因为工程缺失 封场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新竹市政府昨天公告 场内附土过重 结构安全也有疑虑 再加上结构计算 是不符合法规的 因此就决议 要移除附土 改铺人工草皮 预计9月份 9月底要来招标 绿营抨击 这新竹棒球场进度 一言再言 是在耗损民众的耐心 而市政府则是回应 同胞商想要保全证据 申请鉴定 不应该无限期延后 希望法院认同 限期完成 新竹棒球场封场近两年 市府26号公布审查结果 附土重量过重 结构无法安全存在 计算也不符合法规 决定推动附土移除工程 改采人工草皮 9月底就要进行招标 高宏安上任至今18个月以来 棒球场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实质改善工程 民众的耐心早已抵达上线 民众最关心的就是何时可以重启球赛 绿营批评市长高宏安早在1月就说要使用人工草皮 时隔5个月开会同个说法 认为改善进度根本是零 不管是附土移除还是后续改善的设计 招标作业等等都必须尽速的来执行完成 虽然过去道场会刊也提出改善计划 不过去年8月市府发现附土过重后 承诺今年3月要完成棒球场的改善 更说要在今年开打 如今承诺跳票改口9月底重新招标 明年4月完成改善工程 球迷进场之路一言再言 目前看来都只着重于跟之前的委外产商的理约争议 我认为市府应该要更积极的运用体检会的专业能力 来让棒球场的改善能够一次到位 要求厂商别再透过司法前置市府行动 球迷忍了又忍 等了又等 只盼政府不再信口开河 华世线 庄明鑫 谢君东 许天论 请终报导 总统赛清德日前找了何硕董事长佟子贤 接任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 副召集人 但今天佟子贤痛批民进党政府减碳成绩 逗特努 恐怕会让台积电的优势也消失了 好 因为他说马总统卸任的时候 低碳发电还有19.4% 但蔡总统卸任的时候 低碳发电只剩16.9% 如果政府不把握台湾领先的技术 只会设一些卡卡的条件 那么台湾的电力就无法保持稳定跟便宜 台湾企业要如何持续跟国际来竞争呢 好 佟子贤很直白地说 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都有困境 难道要叫台积电的夜班不要用电吗 他再度重申自己的主张 30%核能 30%绿能 再加上40%的火力发电的黄金比例 如果要为了坚持非核家园的口号 台湾未来陷入衰退的可能性非常高 那么于是行政院今天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会虚心接受企业的建议 AI背后需要的稳定的电力 因为能源议题频频成为美光灯焦点 核硕董事长佟子仙出席论坛活动 再度提出能源黄金比例 也就是核能绿能各30% 碳排能源则减到40% 我在有一点忧虑啦 充充是核能是一个不对的结构 好处是稳定坏处也是稳定 当你半夜不要电的时候 它还在继续发电 它停不下来 可是台湾怎么办呢 台湾没有这样的办法 因为我们不是欧陆 他也点出台湾发展绿能 得面对不同问题 除了生态保育 水利发电由水库淤色 渠道漏水 太阳能则有土地面积 还有未来太阳能板报废的问题 都得考量 倒推啦 你要满足100% 那就是要10个台北市大 25年以后 太阳能板使用寿命 结束要报废 有哪里有垃圾厂 以前是3% 现在水库在淤塞 越来越应该要去清水库 去解决淤塞 我不是只有在提倡核能而已 他强调能源政策卡关 恐怕导致产业不愿入住 碳排能源又提高碳税支出 一连串问题 可能让台湾失去现有的产业优势 台积电的这个很多人 看到我都握手 感谢这个大家 收听啦 有把电力找出来 你为什么不去强化这个优势 而弄一些条件卡卡的在那边 可能啦 我只讲可能 可能你的优势就不见了 企业界也好 或者是民众的所有对于政府的建议 其实我们都会虚心的来接受 并且能够采纳的部分 我们会尽量来采纳 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的踏实的做 而且并且很努力的在做规划 所以不会有飘飘然的感觉 童子先透过各种发电数据提出 能源黄金比例 强调是希望政府能全盘考量 尽快在能源政策上取得共识 华世新闻杨超成 沈丽荣台北报道 不只是台湾在讨论要不要用核电 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他是看好核电的 他创立的泰拉能源 最近在美国西部建立了第四代的核反应炉 采用的是义太纳作为循环系统 声称会更安全 也符合减碳目标 在比尔盖茨的支持下 这个新式核电厂 预计在2030年能够双转 可以满足40万户的家庭用电 盖茨相信这种新世代核电厂 能够支持美国能源独立 同时也准备用它来跟中国和俄罗斯的 低价核电做竞争 AI不如想象美好 耗电大孔奏成能源危机 国际能源总署报告 到了2026年 全球资料中心用电量将翻倍 相当于日本一整年的耗电量 今天我们使用超级电脑 一些人们跟人们有熟悉的 像 chatbots 或者 image generation systems 这些都用超级超级电脑 全球资料中心用电短短几年内 相当全球用电量第四高的国家 电力能负荷吗 又有极端气候冲击 热浪接连来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旗下的 泰拉能源 在西部人烟稀少的怀恶明州 新建美国第一座 那冷反应炉 6月10号破土洞工 将彻底改变发电方式 该资看好核能能补足再生能源缺口 这座钠反应炉核电站 不同多数核电厂靠水冷却系统 有过热与压力风险恐导致融回 采易太钠作为循环系统 不需要不断迫回系统 还称40年免换燃料能运转 能解决安全隐患 所需安全系统也少 能降低成本效率 大加分 盖茨希望借此支持美国能源独立对抗气候变化 实现减碳目标 并加强与中俄开发低价核电的竞争 不过华府智库研究表示 中国核能发电技术领先美国15年 且未来差距将在扩大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而这样小型模组化核电厂兴建时间短 不像传统至少得花10到15年 在盖茨支持下新核电厂 预计2030年双转 可满足40万户家庭用店 但这项计划先前才因 乌俄战争 二国被制裁 制造的核燃料断供 但盖茨有信心 美国能自己完成核燃料供应链 这项计划已推动16年 建造成本预计高达40亿美元 约台币1300亿 一半由美国能源部资助 虽然已动工 但核心反应炉还没获得 美国政府审核批准 还得克服延误成本超支等问题 这些障碍曾导致 无数核能建设项目失败 改字的核能梦能否实现 变数恐怕还很多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双城市AI引起全球讨论 最近有国际期刊 针对AI幻觉发表了一份研究 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也请专家来进行分析解说 什么叫做AI幻觉 时间交给你了 奥天 人工智慧席准各界 相信现在所有人都听过AI 其中最知名的可能就是 ChatGPT 或者你可能也听过 Google推出的Gemini 不过很多人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会觉得他们好像 有点在胡说八道 或者是答非所问 其实这有一个专有名词 就叫做AI幻觉 AI幻觉就是 他们给出的答案 其实是错误的 这些根本就没有根据 那很多人可能现在会把 生城市AI 作为获取资讯的重要管道 可是你拿去问他 法律 新闻 或者是医疗知识 他可能给你的都是错的 那这就会严重冲击到 人类社会 所以这个问题 当然需要被重视 国界非常知名的旗刊 Nature 他们就针对这个现象 进一步去做研究跟分析 但是AI幻觉有非常多种 他们选择的是这一种 叫做虚谈 虚谈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回答看起来很合理 很好懂 但就跟真实的状况 并不相似 那么这样子的研究结果 要怎么去被理解呢 台湾有一个科技媒体中心 就去请教了不少专家 其中一位就是国立高崇科技大学 电机系的教授 戴宏杰 他就说了 像这样子的虚谈现象 他就像是人类的脑部 受损的虚谈者 那这样子的患者 通常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可以让人听懂 但跟真实状况并不符合 又或者是说 你讲一件事情 讲一讲 到最后离题了 又或者是 明明是很单纯的事情 可是你拐弯漫 抹角的说 最后根本就讲不到重点 那很多时候 AI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讲的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甚至他以为 自己讲的假的部分 是真的 所以这可能就是 AI模型的限制 他们很擅长 接自己讲的话 而且就算发现 自己讲错话了 可是因为我的话 已经说出口了 那就只好圓下去了 可是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Nature这份研究 就试着要用一种研究方法 带大家去辨别说 一个AI的模型 回答的是真 还是假 那另外一位 这位师大图资所的特评 叫做曾元显 就简单来跟大家说明了 简单来说 就是我使用一套AI系统 去问他问题 就会生出一个答案 那我把这个答案 拿去问同样这个AI系统 或者是另外一个AI系统 那他们就会 根据这个问题的回答 再去生成非常多组 问法不同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跑出来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 请AI系统 回答说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什么 那我们就来比照一下 原本的答案 跟后来的答案 是一样的吗 如果这个问答 是相似的 代表最初AI系统的回答 可能是真的 但如果不相似的话 这个答案可能就是虚构或捏造的 所以呢 当然是要多方的询问确认 但毕竟是学术研究 所以学术研究 总是会有研究方法上面的限制 以至此来说的话 像这样子的研究 你提给他的问题 是否具有足够的多样性 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你有时候是不是 它其实并没有捏造 被你误以为是捏造 或者是它其实是捏造 但你没有辨识出来 这些都是潜在的问题 而Nature这份研究 最后给出的结论是 他觉得AI会有幻觉 是因为缺乏知识 但是就算这个AI模型的能力 不断的增强 可能这样子的问题 也还是无法解决 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生成是AI 虽然吸引跟好用 可能也蛮有趣的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进行资讯的多方确认 而我们会随时为您更新 关于AI的最新知识 台北大巨蛋还没迎来歌手演唱 现在周边的餐厅 已经陆续先开幕了 有开到凌晨 能够看球赛的火锅店 还有美式运动餐厅 业者透露说 未来想要拉长营业时间到凌晨 不排除 这后7月份会配合奥运 来调整营业时间 那么深夜时段 其实也有 韩式跟港式饮茶的选择 除了想要抢攻 球赛 演唱会 散场之后的夜经济 专家也分析 这里可以衔接 信义区和东区之间的夜生活 以及补足 成品餐饮业不足的部分 环呼声一响起 就知道店内进入party time 各种饮料大折扣 钱包跟着笑开怀 美式运动餐厅 全新品牌入驻大巨蛋 打造独特电子酒精交易所 随着饮料流入杯中 巨大环形电子荧幕 数字跟着跳 仿佛把股票交易所 搬到餐桌旁 游会更是紧扣 赛事变化 和35好友看比赛 便合个痛快 大荧幕包箱都少不了 运动风结合科技感的装潢 配上美式餐点 抓住运动迷的眼和味 未来还想配合奥运赛事时差 调整营业时间 攻下夜场客人 还有火锅业者 一开始就打算攻下宵夜客 一路营业到凌晨两点 麻辣糖底涮和牛 35好友围桌聚餐 包箱里能唱歌 也能看转播 满足不能进场的遗憾 路过了像简单喝杯饮料 也没问题 深夜时段一起拼尝的 还有韩式料理 露营丰餐馆等 更有24小时营业的港茶餐厅 大巨蛋周遭餐厅 让到访的人 深夜也不会饿肚子 赛事结束之后 它可以维持一定的客源 它可能在前往新计划去喝酒之前 或者是可能会是在 东区的时候 一个用餐结束后 一个所谓的一个休憩的场域 所以它就作为一个 銜接的枢纽相当的重要 在成品本身的餐饮业 可能是不足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衔接了 包含了像是所谓的一个 在所谓成品的部分的客源 以及有一部分的 可能像国际观光客 前往这附近消费的时候的一个需求 大巨蛋周遭餐厅 从装潢优惠到餐点设计 金扣运动赛事 从早吃到晚 抢功运动迷的心 欢迎回到新闻相对论 我是徐湘华 带你来看看 这是位在台北 内湖区新云街的一间宠物店 老板去年砸下了500万来装潢 同时为了让邻居 可以同意他开设宠物旅馆 特别再花10万块 帮二楼的住户修理阳台 但对方却反悔 没有签同意书 导致宠物店迟迟无法营业 老板也一次承受 庞大的经济压力走上绝路了 但现在二楼住户表示 从来没有同意 更没有要求宠物店 帮忙修缮阳台 双方是各说各话 好 根据法规 在民国108年之前 宠物旅馆是不能够 在住宅区开业的 但是在108年之后 放宽条件 只要三方同意 也就是旅馆的正上方 然后左右邻居都同意的话 就可以开设 这名男子为了要 附加宠物美容跟住宿 花了不少时间跟邻居来沟通 无奈最后是这样的结局 对着镜头睁大眼睛 好懵好懵 一举一动让主人心都融化了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毛孩 尤其如果有宠物店当邻居 就怕生活品质被影响 像这样的住宅区相对宁静 要是多了宠物的声音或气味 敏感的人可能会介意 因此108年前 宠物旅馆宠物美容 是不能进到第三种住宅区 直到108年 手法放宽条件后 业者只要左右邻居 和正上方邻居 三方的同意就可以开业 这次案发内湖的宠物美容店 死者家属表示除了取得一楼隔壁邻居 以及二楼到五楼七户同意 唯独二楼一户没同意 因此营业登记迟迟拿不到 深深的拥抱 听到二号附近邻居也来到店家 不舍事情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除了那个他有做一些公益救援狗的事情 甚至于你们知道吗 他人家宠物店不会去 去洗那个 他也处理 因为他是一个很爱狗的人 我们都不会反对 我们反而欢迎他 说你来吧 那个本来我们隔壁都是乱七八糟 他来整你的干干净净飘飘飘飘飘 没有署名的鲜花 悼念这位爱毛孩的老板 如今他离开了 宠物店未来该何去何从 华氏千万林知识 萧宇寿台北报导 最近身边有人在咳嗽吗 卫福部之前评估说 新冠疫情高峰会落在8月9月之间 但是胸腔内科的医师担心 疫情高峰恐怕已经来了 最近收治的病患 已经是上个月的两倍三倍之多 还有妇产科的医师表示 上周有一位孕妇确诊之后 快速转为中重症 还得要插管送家户病房 我们要提醒老人家 还有幼童 免疫力比较弱的族群 一定都要提高警觉 因为我确诊过 所以是第几次 第二次 二次确 身体不舒服一走来就医 没想到又确诊了 平日里的诊所挤满病患 近期正处于疫情高峰 也让出现症状的民众 难以辨别到底是新冠确诊 还是得到流感或懦罗病毒 就是有一点发烧 头疼这样 会想说到底是确诊 还是感冒而已 上次有 可是现在是没有 卫福部原本评估 新冠疫情高峰 会落在8月到9月间 但现在还没7月 确诊人数就不断增加 恐怕跟天气热有关 以前狼狼上喉 就是口罩洗手 然后社交距离 现在全部通通都没有做到啊 然后口罩大家也戴不紧了 然后甚至也没有再用酒精 假如天气比较热 大家很多人都躲在冷气房 然后如果你空调状况 不是很好 有时候当然会造成病毒 就在房间里面流传 胸腔内科医师也指出 近期新冠肺炎 患者暴增 光是一天就可以收治约10名患者 人数已是上个月的2到3倍 市井疫情高峰提早到来 高风险族群也要提高警觉 上个礼拜那个孕妇啊 她根本才出院没有多久 一下就变中症 一下就插管送家后病房 除了打疫苗 这孕妇的话 还是这一次抗病毒药 不论孕妇还是孩童 年长者还是得再接种疫苗 但有部分医师和药师 认为近日缺药 缺快谁情况严重 甚至病床都不够 国内疫情正式进入第六波 虽然相照过去流行期 病毒已弱化许多 但在个人保护力不足情况下 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华智新闻是红尘晃台北报导 没有最热只有更热 今天白天体感温度飙到了43度 而且台湾的都市热岛效应 越来越严重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这个礼拜本来就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但是有学者警告 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 北北基陶热岛相连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 因为河谷很容易蓄积高温 很容易蓄热 而这些热气会从双北市沿着河谷 扩散出去 扩散到旁边的桃园跟基隆 也就是说都市热岛效应扩大了 天气真的好热 风晚水上活动降降温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全台近一周温度依然高温炎热 气象署27号针对几乎全台县市都发布了高温资讯 屏东亮起红色灯号表示会连续三天出现38度高温 台南高雄也有38度高温出现的机会 其他地区高温也有36度 那未来一周基本上就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夜晚的低温基本上都在26度以上 那甚至白天的高温都会来到33甚至34度以上 气候变迁也有学者市井 都市热岛效应以台北市来说 内湖信义和摄林因为靠山 热气汇集到旁边的山上 在沿着河谷蓄热道临近的桃源中壢 以及基隆市区 等于热岛效应的范围会再扩大 比较低洼的盆地或者是河谷 它都比较容易蓄积高温 所以我们会看到像台北盆地的中央 也就是像万华中正 以及有一些河谷 比如说大汉西或基隆河 所以我们现在所历经的夏天 有可能是我们余生所面对 是最凉的 林子平也表示 日本东京首都圈 就是出现了高温相连热岛效应的范围 甚至有60公里 等于台北到新竹的距离 最高温大概没有很剧烈的改变 但是高温的区域正在扩大 未来增温幅度潜力最大的 其实不是万华中正 而是在桃源的河谷的区域 他建议在建筑上可以顺应风向建设 让建筑物不要挡住风 以新加坡的例子来说 可以积极植树 吸收热气 尽量降低热岛效应 持续加剧的冲击 好 连日的高温 南投仁爱乡山区 午后热队流旺盛 不但下大雷雨还下冰雹 就这样子下下了快半个小时 这个冰雹大概有一圆这么大小 不断地下 而且就下在蔬菜要收成的这个时间 上百公顷的高丽菜 都被冰雹砸得稀烂激进全毁 农损超过一亿两千万 让农民欲哭五累 南投仁爱山区 翠华中华岗部落 因为午后对流旺盛 下起了大雨 大雨伴随狂风 农民形容像是刮起台风 不久 铁皮屋天花板 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 原来是下起了冰雹 像一元硬币大小的冰雹 下了将近半小时 而且就下在菜园里头 不巧的是 近百公顷菜园里的高绿菜 现在正值成熟采收期 结果全部被冰雹给打烂 冰雹停止后 整个菜园密布雪白的冰雹 包括高绿菜 还有蒜苗 菠菜等即将采收的叶菜类 都被砸得稀烂 高绿菜和菠菜 损失各约五千万 蒜苗两千五百万 出股农损在一亿两千五百万左右 今年要当期待后 辛苦种植的农作物几乎全毁 农民欲哭无泪 气象站强调 夏天午后热对流的情况特别明显 虽然平地高温来到35度 但高山确实低温 海拔高度超过2000公尺以上 旺盛的午后热对流 通常会发展超过高空农解层 将冰相的固态降水 如冰雹往下推送 夏天高空的雷雨云 因为上部温度跌于冰点 加上含水量高 当上升气流把水滴往上推 超过冰点后 水滴就会截冻 一旦太重 就会落到地面形成冰雹 这波冰雹造成滑岗部落严重农损 公所正协助农民 向县府和农业部争取补助 扫日复耕 文旭黄队阳 作与周大祥南投报道 游民土生土长的台南女大生 她发现自己从小吃到大的传统美食 嫩骨饭 竟然有不少北部跟中部的同学都没听过 有一些这个女大生就带同学们 去品尝这个台南的嫩骨饭 因为嫩骨的口感炖得很软 好像牛筋一样软烂 大家都吃得好过瘾 而这篇po文也引发了台南人的共鸣 另外就有一些北部人在问说 嫩骨饭跟软骨饭一样吧 我们来看一看一不一样 琳琅满目美食 泱泱让人口水直流 台南有美食之都称号 但这一样竟有不少YD客都没听过 比较深色就滑上 白色就人味 热腾腾的白饭上头 有满满主菜和配料 拉近仔细一看 这个主菜说肉片不像肉片 说排骨似乎也不是 这究竟是什么肉呢 它是猪的两侧 两侧的软骨 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大概跟快接近一天的时间 骨头应该是说变得比较胶脂 答案揭晓这称作嫩骨饭 嫩骨很嫩 很好吃 一个礼拜大概三十次 很有带来吃的 很好吃 然后排骨很软 经过熬煮后用舌头就能分离 肉软骨嫩事 俯成人最爱 有大学生在社群上po文表示 只有台南人才熟的嫩骨饭迅速引发共鸣 有人说从小吃到大 每个礼拜一定要吃一次 家人就怕他饿到 不定时还会宅配北上 其他地方确实没看过嫩骨饭 这时有北部人就指出这就叫软骨饭吧 嫩骨饭跟嫩骨饭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就像卤肉饭跟那个肉燥饭 口感像那个筋 有点像牛筋 嫩骨饭引发讨论 现在恐怕已经广为人知 也不再是在地人熟知的小吃而已 华新闻的完成信任 刘翰生坦南报导 7月26日就要登场的巴黎奥运 选手村的餐厅都吃些什么 马上回来带您看 巴黎奥运主办方打造的各项设施 都陆续完工了 那么其中当然也少不了 至关重要的选手吃的问题 巴黎奥运选手村餐厅 25号开始试营运 主办方也开放给国际媒体 抢先体验 我们带您看看 鲜嫩郁滴的水果与胡萝卜等各种蔬菜 在自助餐台排成一排 当然也少不了肉类 这些都是为参加巴黎奥运的选手准备的 巴黎奥运选手村餐厅 25号开始试营运 由奥运组委会主席等相关人士 和国际媒体抢先体验 餐点由五位知名主厨打造 提供法国 亚洲 非洲到加勒比海 以及中东美食 满足1.5万名来自多国的选手 为了安全起见 餐厅禁止使用油炸锅 想吃炸物恐怕得到选手村外面找 但嗜甜如命的人在这里还是有口福 主办方强调他们使用的食材高达80%来自法国 要发挥法国美食的创造力 而餐厅也紧扣本届奥运的环保精神 不只排除塑胶餐具 厨余也全都分类回收 奥运期间餐厅将24小时不打烊 每天提供约4.5万份餐点 要让选手获得满满能量 华氏新闻陈刚 林玉山报道 法国的知名品牌 日前在历史悠久的巴黎歌剧院 举行高级定制时装秀 仿佛让模特儿走进了19世纪的法国 节目最后带您快来瞧瞧 也请您持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 锁定新闻相对论 我们再会